轿车驾驶PO出行车记录器画面 机车骑士路口左转 跟对象车发生擦撞 骑士被撞弹飞 人重摔在地 机车零件四散 喷装飞到路边 换个角度 轿车撞上骑士后一路往旁边冲 先撞到蓝色货车 再推撞路边轿车 一共波及三台车 酿成连环车祸 救人员到场 发现骑士人倒在路中 先将他抬上担架 接着送医治疗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车祸事发地点就在台中南区 复兴北路德籍街口 7号下午1点多 32岁陈姓男子骑在内侧车道 在路口左转 对象则是45岁男子开车执行 双方在路口擦撞 警方说双方驾驶都没有 每酒驾透过行车记录器 号制都是黄灯 出判是两边都抢快 事发路口并没有两段式左转 警方表示骑士要转弯 应该离让执行车先行 详细照则比例 则是等鉴定理清 TVBS新闻 吕正成 徐又翔 台中厂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